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贪蜜》为您是一种针对所有知觉综合感知的思维活动反应,记忆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。 人的意识从刚出生的时候就慢慢形成,各种各样的感觉越来越发达,信息记忆也越多,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个体意识。 无论是空白意识还是有记忆的意识,它应该是种能量,是建立在大脑复杂结构基础上的。 一旦意识失去能量,可能就无法进行思维活动,因此如果意识脱离身体,在没有能量维系的情况下将被冻结而无法感知世界。 这种静默状态将持续到新的能量来源被找到。 那么,意识究竟会去哪里呢? 众所周知,任何物质之间都存在引力,而意识之间也是如此,不同意识或可相互吸引,但会以独立的状态存在。 如果意识处于静默状态,将被吸引到有大量意识去核之地,这就是集体意识的力量。 曾有科学家发现,集体意识可对物质世界形成某种影响,那么意识的去处或是回归到集体意识中。 而我们之所以看不到也很难感受到那些飘忽在周围的意识,或是因为意识是处于高位空间中的。 因为只有处于高位空间的意识才能保证不灭而持续利用能量。 人类生命科学之所以很难发现意识的奥秘,或也是因为如此。 高位空间是目前人类很难认知的领域。 好啦,感谢大家的收看,下期探命未知世界,我们不见不散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